三軍老師來幫我們進行數字測驗 大家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財運亨通嗎 來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3940 7391 8057 4623跟5218 直覺了 小胖哥 好 我們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我能財運亨通嗎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財運亨通 我們來看看 現在有3940跟7391都沒有人選 三個沒有人選 對 這個沒有人選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財運亨通 我們來看看3940 觀眾朋友請到這張 本業畫面 政財的進帳 當然他就是在勞務 或是說自己的薪水 加班會 還有就是說連人家欠你的錢 都會拿來還給你 那也是你的政財 對 所以說這些錢都會進來 所以是在政財方面 財運亨通的 再讓我們看看7391 7391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來 桃花轉成 異性貢獻 桃花進帳的財運 那就是說 只要因為異性來帶來的財 就是因為異性的介紹 或是因為異性的關係 所帶來的財 我們通常稱為桃花財 就是說異性更幫你 對 金桃花 就是幫你帶財來 所以就是金桃花 桃花進帳的財運亨通 真好 再來就是8057 8057是金桃安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帶財喔 這個叫做貴人引入財運高漲 貴人扶持財運亨通 你一拔到父如主 父如主 父如主 他那個有很多機會 是因為貴人的關係 會讓你機會來上門 所以在很多賺錢的機會 他是自己會上門的 不用你辛辛苦苦的追著前跑 錢會自然來找你 所以是在貴人的扶持方面 那再來是4623 4623是讀琳哥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我個人讀得 好 一般兩代言 來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叫財運池 這個叫財運持平 不錯啦 聚系更營 財運還沒有到 你看巴 拜託尊了 拜託尊了 有時候錢 該來的時候 他還是會來 就是例如說 政財進帳這些 該來的還是會來 但是該花的 他還是一樣在花 但是就是要注意一下 好好的守財 如果不好好的守財 萬一說這個守財 守得不好的話 會露一點財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再來看看5218 小胖叫麥哥 還有兩位老師都選的 當然就是一注獨得 財心高照 事不可擋 出聞了 不管是政財偏財方面 都會相當的不錯 再來就是投資理財 也會非常好 因為財神也來到你們家 來幫忙你 所以相當的不錯 就是我們講說 天神降臨的財運很同 就是不用很辛苦的財運 這樣子